接下来我们来学习一下生子表3 首先大家一起来看第一个单词 タンゴ这个单词 这个单词其实就是单词词汇的意思 这个是一个比较简单的 比较容易记的单词 但是这个单词呢 在11年7月份的N3考试题当中 考过它的这个读音 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タンゴのリストは隣のページにあります 那么大家看一下 在这里其实我们利用我们以前 教给大家一些规则 其实你是可以猜测出来 这个单词的读音的 首先我们看一下单 因为有安的音 所以我说在拼音当中 还有这个安 音 温一般情况下 在读音的时候都会怎么样 会带有这个波音 那么这样我们就可以排除3和4 那么准确来说应该是4 好 我们大家看一下 意思是这个单词的这个叫リスト 这个纲要其实是在哪 整个这单词表 应该是在旁边那一页当中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第二个单词MODO这个词是原本本来根源起源的意思 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两个例句 分别识的意思是原来和根源 我们首先来看原来这个意思 動かした過去を元の位置に戻す 什么意思啊 也就是把这个已经动过的家具 恢复到原来的位置 好 下一个最后一个是什么 是根源起源的意思 那么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句话 叫失败是成功之母 就是失败是成功之母 可能有个别同学也说 老师我在看动画片的时候 也听过什么 失败是成功之母 就用哈哈这个表达形式 但实际上大家要注意 就是说哈哈这个表达形式 是后来演变的 也就是说最始祖是这个 那么当然这里用哪个都可以 好 往下来 再一单词是分類する 这个单词是 划分 分类 这是一个他动词 当然也有名词词性 我们一起来看两个例句 第一个是他动词词性的用法 使い方から単語を分類する 就是从方法来分类什么 单词 から是由这个一会儿 由这个使用方法 我一会儿我们会详细的介绍 この表の分類 这个表格的分类 再一单词是分ける 是分分开 那么这是一个他动词 首先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 也就是把头发从中间分开 接下来是遺産を子供に分ける 分的是遺産 然后子供に分给谁谁对象 把遗产分给孩子 元々是下一个单词 是原本本来 这是个副词 刚才我们说过元是原本的意思 那么原本本来根本 ここは元々海だった 这里原本是什么 原本是一个大海 取り入れる 这个词是引入引进和采用的意思 我们大家看一下 它涉及到的方面比较广 也就是它能够带的宾语 范围比较广 首先看一下 やり方を取り入れる やり方大家都知道是做法 也就是采用这个做法 考えを取り入れる 也就是采用这个想法 好 我们大家再看下一个例句 稍微长一点 我が社は電動を守りながらも 常に最新の技術を取り入れてきた 就是我们公司怎么样 那ながら是一边一边 もしき一个强调 左右一边 守护着这个传统 维持我们公司的传统 那么也经常去采用什么 所以新的技术 タイギター 是由过去到现在 一直都是怎么来做的 再一单词是モトツク 这个单词是依据根据据 我们大家看一下 这是一个自动词 国の法律にモトツク 也就是依据法律 那么这个单词 我在这里没有详细的介绍 因为它是一个重要的二级考点 一会儿我们在后面 会详细的介绍 好 再一单词是中心 这个单词是中心 我们大家看一下 这个单词的形式 中心这个词很简单 那么我们来看看 它会有相关对应的句型 就等于把后面的语法 给提前过来 看一下 nani nani o chiusi ni to ste nani nani o chiusi ni して或者 chiusi ni nani nani o chiusi ni suru 是来修饰名词した 是修饰名词的 或者是用tosru tosru来修饰名词 以及tosita 来修饰名词这么多形式 当然这个句型 为什么我会认为它很简单 就是它在生活当中 考试当中 从来都写到用汉字 作为中国学生 我们说看到汉字 我们就知道它什么意思 那么大家看看 它接在名字后面 或名字性短语 意思是以什么什么为中心 这个中心可以是什么 空间范围的中心 也可以是指一些抽象概念的 以什么什么为中心 跟汉语的意思基本是一致的 看个例句 今度の台風被害は東京中心に 関東地方全域に広がった 那么这次的台风的所带来的災害 是以东京为中心 已经拓展到什么 波及到关东地区的整个区域 好 这是空间上的概念 看下一个例句 来 大家看一下 在这次研究会上 那么我们想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 様々是第六科学的单词 马上我们就会涉及到 什么样的这个问题呢 是以公害问题为中心的 各种各样的问题 好 这个单词和对应相关语法 就到这 下面看下一个表达形式是五七 五七呢 我们最早在初级 学过这个单词当中 他自己的家 他可以指代我家 好 也可以指什么 我们公司 比如说在第四课 我们说过 五七の青岐虚に 我们这一方 我们公司都可以 但今天的意思是当中 我们大家看一下 無難に住む人々の100人の家 住有人は得有十分ではない 也就是说 在村里住的人当中 100个人当中就有14个人 营养不足 大约是14%的比例 好 下一单词是 組み合わせる 是一个他动词 是组合编到一起的意思 那么传统的技術と 新技術を組み合わせて 日本の旗号に合った 新住宅を作る 那么这句话虽然很长 但是句式结构并不难 我们大家看一下组合什么呀 组合传统的技术和新的技术 结合到一起 然后来建造一个什么 适合日本气候的新的住宅 下一单词是 尼律 尼律这个词是煮炖 熬 味 焖 那么 野菜を尼律就是煮蔬菜 当然大家看一下 如果把这个换成肉 可能就是有炖 有熬 有味 有焖 都可以 这个时候 大家也会觉得说 汉语这么多词 这么多表示形式 到日语当中 就成了一个单词 那么可以觉得说 日语这词也特别少 那么这个其实反过来 会提前说 我们汉语在这方面词汇 特别特别的丰富 有的时候 我们看一个语言 觉得说 它在哪方面词汇 特别丰富 分的特别细 往往就是说 在这方面很强 或者大家很在意这方面 其实我觉得中文当中 有两方面词汇 是其他语言 很难去超越的 第一方面就是 关于做饭的方式 那么煎炒烹炸 红烧 什么清蒸水煮之类的 那么也就是说 大家可能基本都公认 说中国菜的味道 应该是在全世界 别人无法 别的菜肴无法超越的 那么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认为 是亲属关系 就是说 日语当中的一个 鸡丧到汉语当中 可能会对应说 叔叔伯伯 舅舅 然后姨父姑父等等 很多很多 表达形式 那么当然对于外国人来学 它也比较困难 那有人说 那日语当中 有没有这样的 很细的东西呢 大家也知道 日本人生活当中 必不可少的是鱼 那么日语当中呢 其实就是对鱼的分类 会非常非常细 一种鱼可能因为 它的长的大小不一样 即使是同一种鱼 它会有不同的名称 那么像阿拉伯语 可能就是骆驼的 这个分类方式 这个词语会非常非常的丰富 这也是语言的一个特征 所以我们可以说语言都会跟文化相关 如果你脱离了文化来学习语言的话 应该你学的语言不是很低的 你可能仅仅是能够暂时应付一份事件 所以语言的学习之路 我认为还是比较漫长的 好 接下来看下一单词是 这个单词是这个单词 这个单词是个名字 是不同区别 它来自于我们初期曾经学过的 一个单词的名词形式 那么就是这个电视跟那个的区别呢 是这一方面怎么样 在大小上要稍微大一点 其概就是不同 下一个词是大抵 这个单词是大抵大抵 是一个重点的副词 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例句 也就是十次的集会参加的大抵上 都是300个人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十次当中有8次 可能是9次 大约都是300个人 那么剩下的几次可能会或多或少 剩下的一两次 那么这里面呢 大家要关注一下什么呢 如果我把这个十次去掉的话 这句话就不能用 大抵这个表达形式 它要换成什么呢 我们成绩在初级13个 所学过的表达形式 大抵 就这一次的集会的时候 一般我们会用 大抵大抵大抵这个表输形式 好 先看下一个例句 这个单词虽然是副词 它可以加脑来修饰名词 大抵の家で冷蔵庫が使われている 在大部分的家庭呢 大多数的家庭都会使用冰箱 好 接下来下一单词是敷 敷呢 是铺和垫 是一个他动词 我们来看看简单的例句 畂に布图の敷 就是在畂上铺上被子 这旁边有一个表达形式很有意思啊 这是在日本的卫生间里拍到的 那么说在这个卫生间当中啊 怎么样 你不要请你不要怎么样 要不要吃东西 还要不要把报纸铺在床 可不是我们的床 它是地板的意思 铺在地板上 因为湿了可能很难去处理啊 好 那么我们大家看一下 好 这样的话呢 我们生字表三就学完了